給師傅揭 因緣桃枝 幫我們找到真命天子或是真命天女 揭二連三的遇到好對象 霸完一個月就遇到現在的男朋友 訂婚的訂婚 結婚的結婚 成功率非常的高 簡直媲美 月下老人 這件事透過朋友介紹 聽說非常的靈驗 這也是我第一次為了算命 然後特別跑到外縣寺 所以還蠻期待的 龍天宮是由一位技工師傅問世 據說尤其是在接桃花姻緣事業貴人方面 都非常靈驗 電視新聞均有大幅報導 甚至還被媒體報導稱之為 現代秋彼特 龍天宮的服務時間是每週的一、三、六 晚上七點開始問世 一個人一次只能問一件事 一個人限時約三到五分鐘左右 白天來的時候 他們會先給你一個暫時的號碼牌 像我十二點來 我是拿到八號 現在四點多 要開始排隊拿號碼牌了 來 七號 謝謝 好 您放著 這本書就是號碼牌的意思 然後現在才是正式的號碼 那我現在變成是六號 我現在要買一桃籽 看哪一次 要順序 要順序 對 要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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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以選一隻那邊的桃籽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桃籽聽說很厲害 我現在手上這兩個 就是待會開始問世的時候 給師傅加持 激公師傅說我的異性緣很好 但因為我有孤軟蜜的關係 所以我的感情總是來得快 去得也快 師傅還說我的個性比較像男人 這點要改一下 欸 倒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有算命的說 我的個性太像男人了 呵呵呵呵 不過值得開心的是 師傅有順序提到說 我以後有老闆蜜 難不成這就是所謂的 有一好就沒二好 通常有孤軟蜜的女生 感情運都會比較容易不順 所以才要來給師傅接 因緣桃枝 師傅說 一般的因緣桃枝 期限是三個月 也就是三個月內可以簽到因緣 而我的桃枝 期限是六個月 意思應該就是 我在六個月內 可以遇到真命天子吧 最後別忘記將你的愛心 投入旁邊的水洗功德香哦 這個就是桃枝 師傅會利用桃枝 來幫我們接 因緣桃花 還有事業桃花 過敏思義就是可以幫助 我們在感情及事業上 可以帶來好桃花跟好人緣 尤其是因緣桃花 聽說可以幫我們找到 真命天子或是真命天女 哦 對了 因緣桃枝 帶回家記得放在枕頭底下 事業桃枝 則是放在隨身的包包裡面 因緣桃的部分 可以放在皮夾裡面哦 嗨 大家好 我是樂 今天我們又來到桃園的龍天宮 距離上一次來 應該才隔大概兩點半左右 上一次來的時候是來問感情 今天來主要是要來問事業 我記得上次來問感情的時候 師父有說到 他說我有老闆命 所以我今天還蠻期待 就是在事業上 師父會給我什麼樣的職業 所以我今天還蠻期待 在事業上師父會給我什麼樣的職業 然後要發號碼牌了 幾 幾 三 二 十 好 呵呵呵呵 二十一 幾個小時後 在開始問事之前 他們會發一張粉紅色的小單子 右邊的部分要填上你們的名字 還有農曆的出生日期 以及出生的時程 還有家裡的地址 在左邊的部分 上面五個選項 可以勾選一個你們今天最主要想要問的事情 下面的部分有一些是需要額外付費的 你們有需要的話也可以打勾 現在時間 要七點半了 要去街角 然後這邊還有號碼 現在快輪到我們了 然後這個是上次來的時候求的桃子 還有這個是音樂錢 如果你們就是有這樣回來 問師傅來拜拜的話 可以把這個帶上 然後再給師傅加持 第二次來問事業 我只能說 我被師傅講到全身起 雞皮疙瘩 不過因為事業的部分有比較多 是在講未來跟之後的狀況 所以我想要等之後 看有沒有驗證了什麼神奇的事情 有機會的話再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還有問師傅說 師傅我適合當youtuber嗎 師傅回答我 很好 很適合 聽到師傅這樣回答 我真的是 卸下心中的大石頭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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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先講說 這兩次去問事的心得 就是 無論師傅在講感情 或是事業的時候 當講到過去跟現在的狀況 個人覺得準確度是非常高的 再來重點就是 因緣淘資的部分 先撇開網路上的評價 到底靈不靈驗 我還不敢確定 不過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身邊的人接完淘資之後的效果是如何 聽說拜完之後 接二連三的遇到好對象 拜完一個月就遇到現在的男朋友 訂婚的訂婚 結婚的結婚 而且聽說成功率非常的高 簡直媲美 月下老人 大家如果拜完有遇到好姻緣的話 記得訂婚的時候 帶著喜餅回去還願 然後還要把當初簽姻緣的陶資 帶回去廟裡還囉 接下來12月份 一下聖誕節 一下又要跨年了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希望 可以跟新來的人一起過年過節 所以樂樂就提前先在這裡祝福大家 單身的人 早日脫單 有情人的人 早日送入洞房 至於我的部分 希望六個月後會有好消息 如果有的話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